Hola 咪咪哒哒哟 我是爱聊原始的秋秋 今天给大家带来4.0版本前的原始统计 帮助大家提前规划 关注秋秋 后期也能第一时间获取原始人最新消息哦 3.6下半一共21天 从5月2日持续到5月23日 每日委托每天60原始 可得1260原始 白猪该语试用可得40原始 3.7前瞻直播300原始 白猪传说任务60原始 5月16日深渊刷新9到12层 每层打满可得150原始 一共可得600原始 根据自知实力计算哦 圣殿已会夜到3.6下半 还设六个子活动的最后一个章节 加上游乐会热度 该活动在下半可得240原始 一席中度寻力420原始 微博签到一次80原始 女游社签到60原始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3.6下半 林克可得3060原始 约等于19成 小月卡档可得4950原始 约等于30成 大月卡一周经验上限为1万 3.6上半拉满可到30几 所以下半可得680原始与一纠缠 总计5630原始 加一纠缠约等于36成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开始期待3.7版本了 球球根据往期版本 给大家预估了一下 3.7版本原始数量 3.7版本已经5月24日上限 持续到7月4日 一共42天 每日委托可得2520原始 3.7版本更新与维护可得600原始 3.8前瞻直播300原始 角色适用80原始 3期深渊达满可得1800原始 根据滋识实力进行加减 6月初与7月初商城更新兑换 可得十九产十项雨 活动方面会有一个版本主题大活动 预计1000原始左右 会加3个420原始的活动 如果有新传说任务 邀约事件的话 预计在150原始 游戏外部有微博签到 共计两次 一共160原始 由社签到80原始 每个版本的网页活动 预计80到160原始左右 小月卡额外可得3780原始 大月卡额外可得680原始 加四纠缠 所以3.7版本零刻可得 8110原始加十纠缠 也等于60抽 小月卡党可得 11890原始加十纠缠 也等于84抽 大小月卡额可得12570原始 加十四纠缠 也等于92抽 3.8预计会新增现实地图 这部分资源大概在600原始左右 因此3.8版本零刻可得 8710原始加十纠缠 也等于64抽 小月卡额可得12490原始 加十纠缠 也等于88抽 大小月卡额可得 13170原始加十四纠缠 也等于96抽 最后让我们看看 4.0前总共可拿多少抽吧 零刻党一共144抽 小月卡额一共203抽 大小月卡额一共225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制作不一 还希望大家能给春秋 一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大家